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世界名著当中那些关于人性的经典的描述 下面的话都是我从世界名著当中摘录出来的 说人性的确如此 既轻信又爱怀疑 说他软弱他又很顽固 自己打不定主意 为别人做事却又很有决断 令他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 而是这个世界所带的漂亮面具 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 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 光明和黑暗交织者厮杀者 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 一个独眼人和完全的瞎子比起来 缺点更严重 因为他知道缺什么 你是不是因为太懦弱了 才这样以炫耀自己的痛苦来作为自己的骄傲 人们往往把欲望的满足看成是幸福 上帝给了人们有限的力量 却给了人们无限的欲望 福明福利 一切虚空 我们这些人里面 谁是真正快乐的 谁是称心如意的 就算当时碎了心愿 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 我们老是感到缺乏什么东西而不满足 是因为我们对已经得到的东西缺少感激之情 非要亲眼看见更恶劣的环境 否则就无法理解原有环境的好处 非要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否则就不懂得珍惜自己原来享受到的东西 成功的骗子 不必再以说谎为生 因为被骗的人已经成为他的拥护者 再说什么也是枉然 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 世人都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 无论是谁 如果以怨报德 就应该是人类的公敌 不知报恩的人 根本不配活在世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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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